这个秋天泛着烧焦的味道 子弹穿过西菲尔的身体 那瞬间的花火如同一道最美风景线 点亮了美国整个俄海俄州的天空 西菲尔是一个川普斯忠粉 当地时间周四早上九点 他只身硬闯当地联邦调查局办公室 并试图杀死他人 但是最终计划失败 在持枪与FBI人员进行激烈交火之后被击毙 一切悲剧的根源 结因党争而起 在董王被抄家之后 西菲尔在网上公然宣称要实施报复 特朗普的惊人影响力可见一斑 你若登高一挥 我必生死相随 目前美国司法部正在调查 特朗普涉嫌的三项罪名 一是违反间谍法 二是妨碍司法公正 三是对政府记录进行非法处理 有分析称川普若被定罪 最高或将面临三十年刑期 据英国卫报消息 违反美国反间谍法最高将面临一零年刑期 而妨碍司法公正则有最高二十年的刑期 而一旦被定罪 哪怕刑期不中 特朗普都注定无法再参加 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了 2022年 年近八十的特朗普 迎来了晚年重大一劫 这次风波也彻底打破了两党之间斗而不破的传统 以前是心不伤代赋 现在是分分钟葬送对手的政治生涯 甚至人身自由 于是董王一脸猛逼 尼亚不见武德 毕竟就连曾是淡淡称 要把希拉里送进去的特朗普 最终都没有针对他发起清算 而今 仅凭几项说不倾倒不明的所谓机密资料 就要把自己送进去吃饶饭 何况这么干的又不止自己一个 当地时间12日 特朗普在其自检社交平台发声 称奥巴马在离任后 也从白宫带走了大量机密文件 随后美国国家档案馆立刻跳出来为奥巴马洗地 回应称他们已将奥巴马执政期间的 约三千万页非机密文件 转移到芝加哥的一个档案馆 机密文件仍保存在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一处设施里 所以特朗普啊 你说不过人家的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想起了五帝晚年的巫谷之乱 在大厂披着巫谷外衣的权力斗争当中 五帝的宠臣江冲 利用酷刑和宅赃手段杀人数万 包括宰相公孙和父子 主已与杨氏而为公主 为亲之子为康 乃至当朝太子刘聚和皇后为子夫 全部在风波中丧命 事件最终牵连数十万人 其中最冤枉的就是刘聚 作为堂堂当朝太子 竟然被江冲这个奸臣栽赃 凭空从家里搜出了 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的乌骨 古今中外 最怕的就是抄家 因为这玩意非常容易捣鬼 说你有 你就有 没有也有 要是实在没有 那我可以借搜查的机会 再以家里地下偷偷买几个 然后再挖出来栽赃给你 栽赃嫁祸是江冲在乌骨之乱中 得以兴风作浪的首要手段 同样道理 如今特朗普到底有没有私藏机密文件 以及到底怎样才算私藏 恐怕已不是由他自己说了算 说你偷 你就偷 没偷也偷 要是实在没私藏 难道不可以在你家里搜出的那12项文件里 悄悄动点手脚 既然凭一关洗衣粉都能对外灭国 那么对内搞出几分莫须有的文件 怕是也不可能 杀人诛心 不择手段 对于东西两场的做派 特朗普在熟悉不过 正如当年他手下头号疯狗 曾担任中情局局长的蓬佩奥所说 我们撒谎 我们偷窃 我们欺骗 这是美国得以前进的荣耀 特朗普愤怒了 上个月前期离奇死亡他人了 纽约检察长对其地产生意是否存在违法的调查问话 他在连续440次拒绝回答之后也忍了 但是当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破天荒地出现前总统被联邦调查局抄家 而且现任联邦调查局局长 还是自己当年亲手提拔上去的时候 特朗普忍无可忍 他愤怒地质问民主党人擅闯美国第45任总统住宅 这与当年水门事件有什么区别 水门事件是美国历史上最不光彩的政治丑闻之一 1972年美国总统大选中 共和党人尼克松的竞选班子成员潜入水门大厦 在安装窃庭骑并偷排民主党竞选文件时 被警方逮个正着 受此影响 尼克松随后引就辞职 从而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因丑闻而辞职的总统 如今民主党这波操作也同样是把双人剑 如果能一击作效责霸 否则反而可能会进一步增强特朗普在选民中的地位 一旦汲取民愤 那么在接下来的中期选举当中 民主党可能连丢残中两院 特朗普被搜加之后 这些天有关内战的呼声在美国持续发酵 大量穿返表示他们要拿起武器 为特朗普打赢这场战争 与此同时 美国司法部部长加兰德和联邦调查局局长二人 均收到了大量死亡威胁 为啥威胁他俩 因为联邦调查局搜加 肯定的局长点头 而被特朗普当年一手提拔起来的联邦调查局局长 之所以横将筹报 显然是得到了上级部门司法部负责人的授意 总体之上说 联邦调查局隶属于美国司法部 而现任美国司法部的部长加兰德则是拜登的亲信 这也就难怪 为何特朗普被搜加期间 拜登即便拖着刚刚再次转营的病体 也要劳尸动众的高调出行度假 说白了就是避嫌 哪怕被炒此地无印三百两 也得保住右挡右利的牌坊 然而随之而来的巨大名分 激烈程度却远超预期 特朗普的狂热支持者们 竟然真的打响了第一枪 西菲尔倒下了 这一幕似曾相识 两年前浩浩荡荡的董家军打闹郭慧山的时候 也曾有一位勇敢而美丽的女性川粉 倒在了枪口之下 她身批支持特朗普的旗帜 义无反顾地为董王战死 但那次特朗普的临场切斩 令其支持者的鲜血流得毫无价值 浩大的董家军在最关键的时刻群额无首 陷入了集体迷茫 陈等正欲死战 陛下为何先将 2022年 机会再次摆到眼前 西菲尔的次 点燃了所有川普支持者心中的怒火 这一次特朗普将何去何从 是破茧成蝶 王者归来 还是杜劫失败 沦为阶下之求 又或者再次妥协 选择独善其身 如今博弈震撼 让我们静观其变 对于中国而言 无论美国党争结果如何 都不会改变其政府将我们视作最大对手的本质 昨天 一则重磅消息震动全网 中国人寿 中国石油 中国石化 中国旅业 上海石化先后发布公告 已将美国存托股从纽交所退市 五家央企的退市流程与时间大致相同 将于月底正式提交文件 下个月从美国资本市场撤离 未与筹谋 有内卫了 此时此刻 对岸趁解放军演戏告一段落之际 也开始举行演戏状态 据报道 台军在一公里长的海岸线范围内 毫无遮蔽的一字排开多达四十门牵引式火炮 皮肤汗大树 可笑不自量 看似大张旗鼓 实则一笑大方 在现代高晶导弹面前 这四十门大号火冲不像武器 反倒更像力炮 投降时名炮助兴 一银王尸 这个秋天反着烧焦的味道 特朗普能否杜劫成功 我们不得而知 但倒内哪条菜虫 却真的大陷将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